今次和我聊天的嘉賓 認識了很久 每次見她都很好客 舊熊平 你好 又見了 每次見她都是這樣 另外就是女兒 童貝斯 認識了很久 認識了很久 怎麼認識呢 真的忘記了 但我想透過這個節目 更深入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平常見面 可能有些聚會 有些封信 其實你在我印象上 美女 美太太 一個很成功的事業女性 其實你是一個創業家 不如說說你選美開始 你創過多少次業 如果你有這麼多時間 有 我選美的時候 那年比較年輕 然後自動做了藝員 做了五年之後 我就結婚 第一個婚姻 生了兩個小朋友 然後就去到 有打工的 去到幾年 九幾年 我就去做這個 Stockbroker 即是股票的經紀 叫做金融 金融的行業 就一直做了九年 那時候不是創業的 是我打工 因為我覺得我在一個娛樂圈 我自己沒有讀過任何的專科 專業 如果想做一份工作 如果不是娛樂圈的話 其實也不是這麼容易 所以我偽然從低做起 做了九年 做到最後都做到上市公司的 Sales Director 然後我就決定創業了 從2002年開始 因為當時我和現在的先生 那時候還沒結婚 之後沒多久結婚 我就覺得 我看到他是做生意 我開始覺得做生意有興趣 我怎樣去 為什麼有興趣 因為他可以讓我自己控制 我自己上班的時間 這是很重要 到我現在下來 我的人生都覺得 我不想再罷工了 就想自己做一個自己的生意 就算錢多錢少 錢少不要緊 總之我自己控制時間 我自己決定要怎樣做 整件事是我自己決定 這是我從2002年開始 到現在 我就想做的事情 在我事業方面的發展上 那時候開始做 創第一生意 就是一個護膚品 我不知道該不會說的名字 Isa Workshop 到現在還是有的 雖然是一個小生意 因為原來做一個護膚品 做一個香港的品牌護膚品 都不太容易 因為本身香港市場小 加上進入國內也不太容易 因為稅的問題 我們始終不是中國裏面 稅的問題 就算送過去 都有點貴 成本不低 所以仍然都做 因為都有盈利 所以都繼續下去 現在交給Lidia做 另外這個之後 就創了 現在Lidia的工作 她的事業 就是一個團購的生意 現在除了團購之外 我們因為網站的關係 就有四十多萬的訂閱者 我不知中文 就是訂閱我們 訂閱者 客戶 客戶 是的 她不一定是我的客戶 總之每天看到我們的廣告 或者我們的資訊 就有四十多萬 從而我們現在開始發展 在網站裏面 就發展 幫人做online marketing 就是網上的推廣 甚至乎網上的其他 任何的合作都可以做 甚至乎是PR那方面的工作 我們都可以做 現在都交給她 不過我是一個幕後的投資者 策劃人 都可以這樣說 但實際運作就是她 我想問 相信我現在是自己的工作 好的 我是一個好事 有事 因為工作不停 你可以將所有的事 還沒說完 最後這件事 就是現在做一個保險的行業 就是我做了五年 五六年左右 其實那件事 我知道你做得很出色 我想問 大家都認識你 有電視台 有選美 要打工 有很多人 其實很難接受到 也覺得未必堅持到那條路 很多人看到你 要坐辦公室 要上班 要搭車 那時候你有沒有掙扎過 在那段時間打工 我自己就沒有 因為我很有趣 我通常想要做一件事 我都想得很仔細 想得很周長 想好了 我才開始 在未曾開始之前 因為我經常跟自己說 我教兩個女兒都是這樣 做每一件事 必須全身投入 做到最好 當然你用這個態度 是一定對的 但當然有其他市場的環境 各方面的關係 會否真的做到最好 也不知道 但是盡了自己的力 就叫做 我們叫做 於心無愧 盡了自己的力 去做 所以我當時去打第一份工作 就是 因為幸好 我們做金融行業 都是在中環 甲級寫字樓 地方都是很漂亮 就算這間跳去那間跳去那間 都是在附近 都是中環區 都是甲級寫字樓 也是每個人都穿得很美 美女上班 對於我來說 你看得到我這麼多年來 我也是一個很貪美的人 還有原味主義者 加上 所以我身邊的家人和朋友 會有些辛苦 甚至乎跟我一起工作 一些同事都辛苦 因為 我看到少許東西 哎呀 這裡好像有些 你收拾一下 剛才你看到杯子差一點 又要拿一拿 我覺得我自己來說 會是開心的份工 人工我沒有想的 因為我沒有讀過任何的專業 剛才我講過 我沒有要求我要多少錢人工 跟現在可能有些年輕人 讀完大學 我必須要兩萬三萬 我才做 我們沒有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 別人願意請我都是我的運氣 我一定要去試 我想清楚可不可以 我考慮幾個因素 我很多時候 我考慮得比較周長 可能我經常都說 我是天平座的關係 比較平衡 我的女兒那時很小 是BB 幾歲 我會想 我首先 我的工作 時間幾長 我那時是回五天 而且是十至四 中間兩個小時吃飯 和現在做 鼓叫不同 現在時間又不同 四點之後 可以回家 和我家也很近 可能十分鐘 十五分鐘回到家 變成我的時間可以陪到他們 六天也可以陪到他們 晚上也可以陪到他們 所以就算我晚上有應酬 我都不會太晚 我時間方面可以 人工我不想 因為別人請你 你還要講人工 就不用做了 加上就是中區 我又多方便 又上班又近 地方又環境又美 各個同事又穿得很整齊 我考慮了這裏之後 就去做了 我聽完你講 Lidia 你聽不懂 你媽媽是一個很厲害 但是很細心的媽媽 嗯 如果你說一件事 你小時候和媽媽相處 一件很深刻印象的事 童年的時候 有什麼事你記得起 我也想知道 哈哈 我覺得很兇 小時候媽媽 現在也很兇 有什麼童年的日事 很深刻印象 記得和媽媽在一起 我反而記得 你不記得嗎 說一件事 很大個你也會告訴我 這件事 不過現在你不記得就好了 小時候最深刻 都是被媽媽罵 那又不是只有一些壞事 可能很多活動 例如去滑雪 一家人 游泳 我小時候最喜歡 媽媽陪我和我妹妹去游泳 深刻就是這些 是啊 我的深刻都是玩樂 和媽媽罵 我有一件事挺深刻的 我猜不到現在她會忘記 其實她一直都提著我 可能這幾年真的大了 我不記得 我是不打兩個小朋友 就是和她妹妹 但是我很記得 就由她一路 我忍著不說 忍著我 你想不想說 你說吧 因為她去到幼稚園的時候 因為幼稚園寫很多中文字很難的 她寫 我開始 最初的時候沒有請補習先生 可能有剪低班 開始 然後她開始寫 她寫不到 我就很猛 我就開始試過一次 打她一次 不知道是蓋她一巴 是不是打你的臉 我還記得 打了一次 我知道我不可以再教她 我就開始請補習先生 我記得她說得很大 媽媽你打過我的臉 她經常提醒我 因為我沒有打過妹妹 因為打完她之後 我不會打妹妹 我知道原來很影響感情 原來我不可以做一個 好像教她 補習先生的角色去教她 因為會影響我們感情 我不應該打的 但是我悶 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氣之後 我知道不可以這樣 我記得她一路說這件事 說得很大 你記得嗎 記得嗎 記得 然後 很小時候 很小時候 低班 不懂寫人字 低班 寫什麼都寫不了 然後我記得你 你又馬虎人 不然 然後還要趕我走 你走 趕我出門口 因為我不用寫的字 我覺得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氣 和人在一起 我就覺得 咦 我要退出來了 不要自己去做 我自此之後就交給補習先生 用起我的大膽問一條假設的問題 其實寫不了人字 對小朋友來說是很平常的事 但是當日你這麼激動 是否因為其實你外面 受到一些的壓力 或者不開心 將我容忍不了 打Lidia 不是 我個人本身的容忍程度 是很低的 現在好一點 靈氣大一點 很容易發脾氣 我們叫做quick temper 很容易發脾氣 很快離開 很快離開 但我發完脾氣 我可以立即沒事 但我先生有提過我 他說你發完脾氣 你是立即沒事 但你別人不行 有些人受了你的氣 很生氣 或是生氣 但我可以立即跟你說話 甚至家人也是這樣 但家人會告訴你 不行的 我正在生氣 不可以這麼快 但我是快離快走 原來這件事不是每個人都行 尤其跟小朋友 既然我知道 我便不再做這件事了 我一向 我的脾氣都是大的 而且很猛 而且對家人是特別的 你知道不用太多容忍 現在外面我已經不發脾氣了 跟同事也不發脾氣了 但家人有時也會 因為有時覺得 不需要掩飾這麼多 沒錯 但用到打不適合 我是覺得